我們要去哈比村了 現在我們人到了紐西蘭北島的哈比村鎮 拍哈比人的地方 一張是79塊 5分鐘前,外面到外面,下方的距離 OK,謝謝 很多人跳了 這邊 然後在這邊等 等他的專用巴斯 這是他們哈比村的那個簡介 他們世界地圖 哇 哇 哇 神經病 好扯喔 WELL COME TO HARBIT TIME 他說這裡東西貴到爆 千萬不要想辦法穿過去 然後破壞到它的話 你會覺得貴到你不會想起床 誇張 藍色小屋 超漂亮 全部都是小矮人的房子 到處都是這種房子 我們現在排隊進去主角矮人的房子 我以為是可以進去逛 結果是在幫忙照相而已 反正這邊就是隨便一個地方 都是超級無理好拍的 超級美 現在有個小平台可以看 有荷蘭的感覺 現在他帶我們去喝酒 各種酒也有沒有酒精 對 剛剛有一個外國人在問島友說 這裡是不是沒有鱷魚跟蛇 然後感覺好像一副想要跳下去游泳的樣子 感覺應該是會被阻止 然後紐西蘭是沒有任何有害生物的 除了一個白被蜘蛛以外 所以紐西蘭為什麼會被稱為 就是非常適合居住的人的地方 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為什麼奇異鳥就是 它沒有熟 但是可以存活到現在 也是因為 它完全沒有任何天敵的關係 奇異鳥就是 我們紐西蘭的國鳥 大家都在排隊零酒喝囉 好 我有某一 Brew 奇怪 你 compressed 你很快 有荷蘭是微用酒精 這邊叫薑米 這什麼汁 那要給我買 那要給我買 謝謝你 怪嗎 好喝很像汽水 但是沒有薑汁的味道 也好喝 不會很甜 有點像雪碧 但是不會甜的雪碧 有點像 薑汁 就是我們喝的熱薑湯 熱薑湯 沒有那麼甜 然後變汽水的味道 這很像薑汁汽水 就是薑汁汽水 他們連廁所都那麼漂亮 推門進去了 哇 這是廁所 金色山脈 這趟旅程是這樣結束了 在一個免費的喝酒活動之後 最後一站就是喝完酒 晃一晃照個相 休息一下 就回家 6點 超準時的耶 我們現在回來 就好好來逛一下這個 紀念品店 這乾豆腐帽子320塊啊 320塊 你看cosplay店 可以找到一模一樣的東西了吧 車耶 好貴喔 小房子85塊 大一點176塊 什麼意思啊 225塊 做工蠻精細的 這很大 175 這個 還比較小 還有小說 想看 帽子啊 看家65塊 這件他們的連帽T 65塊 好貴喔 一件T恤都要40 一件T恤都要40 一件都要40塊 我覺得如果不是他們超級粉絲的話 我就不會買 太貴了 那我覺得可買的東西不多耶 沒有那種可以買送人的禮物 這個可能比較好一點 這個鑰匙圈 一個10塊錢 那這杯店啊 滿漂亮的耶 59 不然我買想買來看那個的 手套 手套啊 圍巾啊 不知道要40啊 25 好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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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點買不下去 明信片都買不下去 明信片一個多少錢 兩塊 兩塊還可以接受 因為正常賣一塊多 這明信片好像聽過兩塊錢一個 但也是不便宜啊 欸 好貴喔 好貴喔 這邊有他們的玩 娃娃 復刻牌 哇這一本 ExplayCopy 哇他的 手繪書吧 不知道耶 哇 帥 哇大魔王 被石頭打爆的大魔王 這一集超好笑的 他不是被一個那個 弓箭手 一個超華麗跳躍 戳爆他的頭 Guru My precious 然後我們剛剛就馬上解決掉 我們住宿的問題 因為這附近好像有一間 就是很便宜的住宿 就是也是 露營區 然後一個人8塊錢 然後我們阿徐兩個 16塊 所以我們決定一定要一個那個什麼 開始搭我們的帳篷 我們帳篷當下都還沒用 你看這個天氣 不是一個超級適合搭帳篷的天氣嗎 每天都要解決吃飯的問題 這就是旅行 我們要挑戰 最難點餐的Subway 我覺得外國的Subway 比台灣好吃太多太多 我覺得台灣不吃Subway 但是我來澳洲吃一次之後 就覺得超好吃 但是 一直沒有機會 因為還是蠻貴的 好 好 好 謝謝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然後 這是草地 隨便找個地方搭就可以睡了 好 我們今天要自己搭帳篷 Go Go 完成 然後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今天去的地樂湖 跟 哈比村 然後 地樂湖好像是兩個人58塊5 哈比村的話 一個人是79 但我覺得都還蠻值得的啦 但是地樂湖的話 就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但是哈比村的話 真的一定要去 下禮拜再見 再見